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7日 今天是星期三 星期三的晚上 我們這一節是一節突發的消息 這一節 是國際新聞 這一節要說的是德國 我們比較少突發消息就是做國際新聞 但是這宗案件 比較有趣 所以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這個事源在德國 懷疑倒破了一宗右翼的政變案件 想不到在今時今日這個世界 民主大國之一 的德國 是真的有人預備 要發動一場軍事政變 因為有些時候政變 這個字眼的使用就是相當廣泛 甚至乎包括 民主政府裏面的選舉 又或者好像英國 黨裏面對某個領袖不滿 更換領袖 從而更換手上 都會引伸政變 我們這一節要說的政變 不是這樣的政變 我們這一節要說的政變 是真的預備用暴力行為 用軍事去嘗試 將民主政府推翻的一場軍事政變 想不到今時今日居然是有這樣的 行動是真的策劃了出來 而這件事 不是只是說一說 而是 真真正正 去到預備的階段 而且 即將可能發生 假如沒有被倒破的話 最新的訊息是德國 成功制止這一場即將發生的政變 並且 拘捕了25人 我們在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目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本台有免費模式 可以給大家支持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我們 已經將可以賣廣告的節目 輯錄到節目清單裏面 而且這個方法是徹底免費 希望每一位聽眾 無論是新聽眾還是舊聽眾 都可以幫忙支持 我們繼續 會第一時間跟大家講最新的事事 也會 有觀點和角度去分析 這是英國BBC的報導 就是說德國的事件 有25個人因為涉嫌 密謀要推翻 現在的德國政府 而且在德國各地 在預備 一場政變的行動 他們被賭破 並且拘捕了25個人 根據 德國警方公佈的內容 說這一群人 是一群極右翼分子 這裡要補充一點 政治的常識 一般我們也跟大家說過 一般政治的光譜 通常 分了左翼和右翼 如果是從經濟的角度去說 一般來說 偏左 的意思通常說 支持政府 要用多些公共開支 去給普通的人 在財富分配上面要求更加公平 如果說經濟上的右翼 一般是支持比較自由經濟 或是極端的時候就是支持經濟叢林法則 所謂經濟弱肉強食 從另一個角度去說 從族群和民族主義去說 一般 極端民族主義者都會稱為極右組織 極右主義者 所以也不是逢是右邊就一定 是等於叫做極端 民族主義者 這個極右翼的 團體 是火同一些軍方的人員 預備 要 衝進去德國的議會大樓 並且要控制德國的國會 預備 要在德國發動一場政變 奪取德國的權力 這一項計劃牽涉一個 就是 皇室 以往的 德意志帝國裏面的一個就是 皇室的小貴族 他現在是叫做 凱恩尼希 逆陰 他現在已經是71歲了 他是這個 右翼的 復辟計劃的一個核心成員 他也是 這個案件裏面其中兩個主要頭目的其中一個 他們 本身 是帝國公民的運動 的運動成員 而且這些組織已經不是第一次 暴力犯案的了 他們一直 在德國主張 現在的德國政府是非法政府 當中也包括一些陰謀論在裏面 我們在全世界都看到是有類似的 一些想法 這個組織有最少50個男女參與 他們的計劃要密謀推翻現在的德國 民主政府 而且他們的目標是要以德國在1871年 的國家名 叫做第二帝國 作為目標 換句話說 他們不僅想推翻現在的 德國民主政府 他們甚至乎是意圖 要復辟這個德意志帝國 德國的警方不僅是在 全國 各地是突擊這個組織的 所有懷疑相關的辦事地方 而且還有兩個人在奧地利 還有在意大利被捕 換句話說 他們的組織能力 是相當之大 他們 已經有完善的計劃 想了怎樣去統治德國 包括 控制所有的政府部門 例如衛生部 司法部 外交事務部門 他們已經有了 組織 他們也打算是透過軍事手段 來實現他們的目標 根據他們的計劃內容 他們也打算是要綁架衛生部部長 雖然現在這個案件就是 賭破了 但是 聽到這個計劃 先撇除正確性 以及政治立場 聽到這個也相當之厲害 其實 其實 再一次證明 其實政治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是一個很高的追求 我不是說是對還是錯 只是說給大家知道 原來真的會有人 用那麼多心機 去做一件事 雖然可能他們做的事是錯誤 他們 是很成功 這樣製造了一個組織出來 而且他們還包括了 就是由一些現役 和退役的德國軍人組織 也包括一些 來自特種部隊的精英士兵 換句話說 他們是有一個 高度的組織性 也有高度的維繫能力 也有執行這項計劃的決心 除此之外 再有 證據顯示他們的背後 就是跟俄羅斯相關 這個情況 是不難想像的 雖然他們說是極端右翼份子 其實當年的納粹德國 大家還記得嗎 其實 當初希特拉 是以俄羅斯 作為盟友的 尤其是在 瓜分歐洲的版圖上 換句話說 如果 如果這班右翼人士真的奪權成功 建立了一個 德國的右翼政權 他們 很可能 是會立即跟俄羅斯有機會翻臉 這件事是有機會存在 但是當初 大家互相利用 俄羅斯為甚麼會支持 一班右翼人士去做一件這樣的事 很簡單 因為俄羅斯想要得到利益 有機會 控制到德國的政局 如果建立了一個政權出來是親俄的 對於俄羅斯來說 只會有利 在烏克蘭的東面 烏東地區 頓巴斯地區 建立親俄的力量 勞金斯克和頓涅茨克 其實是一模一樣 而俄羅斯就是長期做這些事 提供軍事協助 最後也是要跟大家說 現代的民主政府 不是必然存在的 現代的 西方世界的民主政府 是有機會可以被推翻的 所以其實你要真真正正去守護 不是那麼容易 是真的要 通過武力的 如果你覺得有理念就甚麼都可以的話 這個世界 就真的 不用武器 不用軍人了 假如德國的議會沒有德國的警方 去保護的話 你猜 憑德國的議會 裡面的議員 他們有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呢 他們有沒有能力去阻止這一場 軍事政變呢 換句話說 現代的民主體制其實必須要有足夠的武力去保護 不是體制就這樣存在 就可以繼續 存在下去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 突發講到這裡